大家好 我是中华旅行公益服务协会理事长唐佑竹 今天很开心能够来到PayPal公民新闻台 来推荐这个是我看到几则 还不错的这个公民新闻 我们协会常常在推动数位魔法学员教育计划 我们带着大朋友小朋友走进社区走进学校 去记录社区里面一些有趣的人事物 或是建筑或是团体 那我今天所要推荐的这三则新闻 也都跟这样的角度是有关的 我们觉得这个社会的社区里面的角落 常常会有很多事情 很多东西很值得被记录下来 像我们看到第一则 这个是土地公公馆宁辉岩 这个阿Ben的作品 两分三十秒的时间 他很细心的在大街小巷的大马路旁边 找到一条小径 走进去就看到了这个一个土地公庙 然后很详细的去把这个相关的资料查出来 跟大家做介绍 介绍了以后呢 还采访了周边的那个乡客 问了一下说 这个土地公庙的这些灵验的过去 那还有旁边 庙旁边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这个宁辉岩 那是一个历史的一个遗迹 那还想很细心的 透过各种各样镜头的角度 去记录这个东西 然后让大家来分享 那我们知道说 原来我们所居住的环境身边 就有一个这么特别的地方 可以值得我们去走一走 平常来去冲冲 没有时间停下脚步了 真的可以值得停下来 不过 如果可以再加多一点点 香客信徒 他同时有提到 说学生会来这边祈祷 能够考试考得很好 那如果能够再加一些学生的采访 我想这个影片会 这个报道会更加的精彩 第二个我想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这个传承老处的故事 摇滚土脚错音乐会 这个是由这个魏宇文小姐来设计的 这个会拍摄的这个影片 那这个影片 其实这个主题很特别 是一个很老旧的一个社区 那已经要没落了 那整个社区 他透过镜头可以看到 断臂残垣 那整个这个萧条 那这样这样子的地方 常常就会被政府遗忘 遗忘了以后 这个都市开发案进来 就要把他整个拆掉 那有心有想要做的人呢 就会想要把他 希望他能够被留下来 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地方的好 那很努力的做 很努力的做 但是主流媒体 通常都不会去报道这样的东西 那这个这部作品呢 就去记录了一个在地的人 那他用音乐会的方式来 跟大家说明这个地方的点点滴滴 让这个让大家知道说 哦原来这个地方 还有这个地方可以来看 还有这个地方可以来分享来享受 那让大家更知道 这样子的环境 其实可以再被留下来的 那其实他提到 中间提到一个很有趣的分享 就是在地的青年 离开家乡到外地去 能不能回来 再回到自己的家园里面 为自己的家园在做些什么 为自己的家园来贡献什么 有时候我们用文字来报道 没有办法好好的把事情写得很清楚 大家也不想看透过影像我们真真实实的看到一个没落的社区 一个长坡的社区 慢慢有希望可以被提升 被有不一样的结果 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 那可惜的是 就是在现场过程中 这个返乡青年 似乎没有在影片中被看到 如果能有后续追踪 返乡青年针对这个无期的 这个图角错 这个后面他的想法是什么 返乡青年如果做了什么 更进一步的努力 我想这个议题 应该是有机会在慢慢被扩大 第三则我要跟大家介绍的是飘泊 飘泊攻占 旧物新造 是一个叫做沙沙的作品 他介绍的是一个2015年成立的一个小小的空间 这个小小的攻占呢 暂地不大 但里面每天在做什么呢 是一群中高年龄的失业者 在里面拿着旧门框 旧的家具 甚至是废游 把它重新再制过之后 变成新的相框 变成新的作品 变成新的肥皂 让中高年龄的实验者 然后能够在这个环境中 透过手作 找到自己的新的自信 那也有一些收入 甚至他们的创作能力 也在过程中被发掘出来 我觉得这样子的小小的团体 在社会中非常非常多 这样默默付出的小团体 而这些小团体 真的就是默默做默默做 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的行销经费 可以让大家知道 他在做这些努力 我也有靠公民记者 或是有更多 愿意帮他们宣传的人 来采访他们 介绍他们 让这些团体 有更大的力量 继续坚持下去 那社会中好的 善的 这样子的因 才会不断的扩散出去 也这些人 也才能够不断的坚持下去 所以这三则新闻 的其实一个共同点 就是社会中 角落的一些点点滴滴 这些点点滴滴 都是如果大家能够 可以多帮忙他 多支持他 多把他宣传出去 这样子的力量 就会越来越大 越来越好 那以上是我跟大家分享的 这次三则新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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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